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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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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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的话是陈正琪 马上送 因为现在就要送 因为我等一下下课就要出题目了 然后第五章的话是杨套勋 我现在马上送两节题目跟答案 fuhcse.ntu.tw.tw 第六章也一样 第六章无家签 因为下礼拜你应该会讲到 所以你的也要送 第六章 好 黄毅奖你的学套是多少 这个吗 你是用PPT的 好那我把这个记得 现在讲的是第四章吗 你是陈正琪吗 对 对 好 对 那个 那个 政委你要先想看 对 你做的系统很好 所以那个 刚刚那边有email 就是在我们的line上面有讲说 那个中华汽车就是 那个应该是Mitsubishi那边的话 好像看了这个系统 就觉得你的这个系统蛮好的 他们那边有可能会引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非常好 你系统做得很好 对 好 第三章问题 你等一下我把东西寄给老师 好 你先回去处 他要先报告 好 好 好 放手 好 放手 对啊 没关系我这边也有手 放手 好 你可以被打 哪一个 好 你可以 好 好 你自己把 这个 这个 什么 大型小时 不算他不知道 不算他不知道 不算他 不算他 那为什么这台长掉 不知道 可能他有 不算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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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明珍 你需要跟那个 就是 董子家 跟他要他的powerpoint 然后那个下礼拜的话 你帮董子家讲他的 那个 研究的东西 他的那个 Icebe 那个 那个contrast enhancement 那一个 好 所以你要把它弄短 然后下礼拜你讲 他需要照顾他妈妈 所以他来学校并不是很方便 好 好 好 那大家好 我是 资工所 朔一 李正伟 那我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汽车侧能 还有内装的 瑕疵检测 还有品质保证 那我来拍摄一下 我来拍摄一下 我来拍摄一下 先讲的 花花 OK 大家没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学长讲的这东西要解体 做完两份的结果 ok 那个第二章的那个 请看一下 第二章的 好 那个成立想到吗 你的那个 两题的题目分答案 你现在马上收 FUH NCSIE.TU.TU.T 因为一下课我马上就要出席 所以请你现在马上收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汽车生产线上有一个流程 是汽车会从生产线上面经过 然后这个时候操作有没有 检测说这辆车有没有 瑕疵 那我们这个系统呢 就是派发一个 放在汽车生产线旁边的 镜头 然后看说这个操作有没有 正确的检测这辆车 我们检测的条程 有一个SOP 然后我们 用来辨识说 操作员检测的情况如何 好 那 所以说我们在汽车生产线旁边 加设一台摄影机 然后 对于每一个FAM 我们去深测说 这个操作员检测的情况 来分析这个操作员的检测 有没有好好 有没有正确 有没有哪些点漏检测到 对 然后这些是 我们主要的问题是 第一个是有不同的车型还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再来就是 让汽车开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的景深还有反光 再来就是操作员 会站在汽车前面 会造成画面上面的一些遮挡问题 那首先是摄影机的架设 由下到上有ABC这三个角度 那我们要取一个最好的角度 也就是 汽车在画面中的有效分数最多 那首先是 平行的这个角度B 那这个角度有一个问题就是 汽车太容易被操作员遮挡到 然后如果是由下往上的 那个角度A的话 那这个汽车 因为汽车清楚出现在画面中的时间会太短 所以最后是 使用由上往下的这个角度C 那这个角度C 好处就是它的遮挡情形比较小 然后汽车出现在画面中有效分数最多 好 所以这是我们系统的流程 我们在汽车生产线上 方会架设一个感应器 来侦测说有没有行车进来 那当他侦测到行车进来的时候 他就会送出讯号 告知我们程式 然后我们程式 就会开始这辆车的检测流程 然后不管我们这辆车 我们有在时间内检测好 我们会把结果存下来 然后当下一个车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下辆车的检测流程 那这是PLC的感应器的一个示意图 我们在汽车分栏 就是方放这个sensor 那他会往下去看说这辆车 有没有进来 当他讯号被遮挡到 就代表汽车进来 那他就会发送讯号 告诉我们电脑 那再来就是车门的分割演算法 那首先当PLC 侦测到一辆车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用一个优秀的模型 去侦测车轮 那侦测到车轮之后 首先先侦测到前轮 然后我们就接下来 就用一个表格去预测它的位置 然后当侦测到前轮 我们就开始去看说 操作有没有正确检测这辆车 然后当后轮侦测到之后 我们就可以完整的把这辆车的形状 把它找出来 所以为什么要用插表的方式 而不是直接全部都用YOLO 就是因为说 汽车在这档点上面移动 有可能车轮会被挡住 然后造成YOLO侦测不到 所以说我们用YOLO找到车轮之后 接下来就是用插表的方式 来直接预测说 在哪一个时间点 测轮会出现在哪里 那这样子就算 之后被这档到 我们也可以正确的预测 所以这是YOLO他找到测轮的例子 对不知道什么是YOLO YOLO就是一个用CNN去辨识里面 画面中某些物件的位置的一个CNN模型 我会退一页 再退一页 对 这里我们把它scape出来 再右上角 打一个文字方块YOLO 是那四个字 好 这个也把它收起来 好 那个风放下来 好 右上角 我的阿姨 拉宽 很好这样 打错了 那他叫YOLO的原因就是因为它 无线侦测的速度很高 那他叫YOLO的原因就是因为它 无线侦测的速度很高 很快 那如果想要知道详细的话 也去Google一下这个架构 然后一个关键字叫Object Detection 也去查一下这个细节 没关系你直接讲吧 那个英文是什么意思 它中文是什么意思 对 YOLO的原因就是你只看一次 所以是什么意思 好 就是 意思就是它的Inference很快 没有啦 就是你整个好 比如说你这个照片的话 像你那个照片它是3000 你先买4000吗 它那个几级度 800多 600多 800多乘600多 那每一个像素 我们只扫过一遍就好了 你不需要再扫第二遍 这叫做You only Google 你只看一次就可以了 好 那 想知道详细的话 再自己去查 好 那 所以说这是 YOLO找到一个车轮的例子 红点就是那个Bounding Box的中心点 嗯 好 那 接下来是 我们对于检测点的一些定义 那这个定义是车厂那边提供的 然后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anchor 标注在车子的照片上 然后 当汽车在行进的时候 我们用透视投影的方式 把这些点投影上去 那透视投影的方法就是 我们首先有 UVW就是刚刚标的那些红点 然后我们 现在 因为我们知道测轮的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 用这个相对位置 去投影上去 那要怎么做 就是UVW它会乘上一个 矩胜的到X'Y'Z'Z' 那 最后 X'Z'Z'Z'就是最后 投影到的X座标 那 所以说 就是T的那个取证 那个 那九个 九个参数是怎么得到的 就是 其实A33是固定X1 那 我们要解的就只有 另外八个 那 怎么解就是 我们先给说 这每四个点 还有它投影过来的这四个点的做标 这样 你要握的下面 因为它这比较松松的 所以 这里 你要握下面 这里 看它再多数 所以 因为有四对应上点 所以 就有八种Equestion 就可以用来解这八个参数 这几款 你讲一下吧 分别是什么 因为这是玉楼的生产线 在三一那边 苗栗三一那边 你讲一下分别是哪一种产品 对 左边那个是Nissan的Tiq 然后中间是Nissan的Pix 右边 Pix 对 右边是Nissan的Centra 我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 他还想说你拿一个 好像还缺一个L17C17 是哪一型 那几个是Luxian的 Luxian Luxian 就是Luxian 对 对对对 所以现在那个什么L17C17 那个已经好了吗 那个 我有收集到资料之后再做 所以还没有弄上去吗 他们说先把系统完 测试完之后再做 好啊 这个已经是另外一边了 这个感觉上已经是左边了 还是你把他左右进导 对啊 都是左边啊 我们以前都左边 对啊 可是 左边的生产线的角度 是这个角度啊 那你的 车头跟车尾 对啊 车头跟车尾 这部车是不是颠倒了 没有啊 车头还在前面 对啊 车头 我们应该看到的 只有看到车尾啊 可是这里感觉上 哦 还是 我刚刚弄错了 所以这个是车尾嘛 OK OK 这边是车头 我把它弄错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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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个投影它其实 就是等价余 可以看到这个 方向车尾 它是 对三个角度都去做翻转 就是一个立体的旋转 那 A是一开始的点 那 C是相机的offset 把它剪掉之后 然后分别对三个角度去翻转 会得到D 然后 然后 然后D 我们再去 把那个offset 加回去 就可以 得到最后的 坐标 这两个是等价的事情 那 那 这就是刚才介绍的 这个翻转过后 投影到 真实车辆上面的结果 好 那接下来是 那个操作员检测的演算法 那 第一 我们 试了三种方法 那 最后是用第三种 那 第一个是 利用HSP的值去 过滤画面中的颜色来找到 操作员的手套 因为我们之前为了找到手套 就在手套上面 用一张贴纸 然后去找那张贴纸 然后第二种是 用Template Matching的方式去找那一个贴纸 那第三个就是 你直接去 用一个Deep Learning的演算法去 找这个人还有他的知识 一样 escape出来 然后又上场 HSP 是那三个字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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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往上 哎 可以再往上 好 你讲一下 这三个彩色的走 是分别什么意思中文 然后是代表什么意思 是的 Q是角度吗 对 Q是角度 对 我们把它叫做色调 好 这边叫色调 然后再来就是饱和度 然后还有直 所以Q的话 角度的话 0度是什么颜色啊 120度是什么颜色啊 240度是什么颜色啊 240度是什么颜色 0度是红 然后再是120度是绿 240度是蓝 嗯 然后 然后 饱和度就是 嗯 越饱和 那它就 那个颜色越明显了 不然就越白 对 先讲好了 饱和度是0的时候 是什么颜色 饱和度0的时候 就是 白嘛 白灰到灰 都是 就是灰阶 嗯 对 然后 百合度是1的时候 什么颜色 就是 看现在的Q 和Value在哪里 嗯 对 鲜红鲜绿鲜蓝之类的 鲜黄色也都是 那Value呢 Value的话就是 越高的话会 颜色会越明显 越低的话会越暗 嘿嘿嘿 Value越高的话是越亮 Value越低的话会越暗 对 对 好 所以首先是HSV的演算法 首先是 因为操作员的衣服是蓝色在画面中是比较特别的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去找到操作员的位置在哪里 但是手套整个物件其实太小了 所以它并没有那么好去用这个方法去过滤出来 那而且这个方法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当产线那边的灯光还是一些环境稍微改变一下 我就没有办法分测到 所以它在当初的测试影片上面测试下很完美 就是左边的那个结果 但是后来在实际上 像产线那边做的时候因为光线不太一样 因为我那个手套都找不到 那反而觉得这边比较像手套的那个贴纸 所以后来我又试了其他方法叫Template Matching 那首先我用那个手套的那个贴纸 当做Template去寻找画面中它出现在哪里 那这个方法就是它从画面的走上角的每一个 你这样滑下来每个Pixel去计算出这个Template 跟这张图这个区域它们的差有多少 那差的方法我是用In Square Arrow 就是把每一个Pixel去相减 然后平方向下开更好这样子 那最后结果出来这个Arrow最小的地方 就是最后找到的那个点 也就是它判断出来的这个Template 在画面中的哪一个位置 那也就是因为避免亮度的影响 所以我就把这个Template用的各种不同的亮度 然后每一种都去寻找 然后最后Min Square Arrow最小的那个当做 最后我们的答案 那它效果蛮淡的 我想是因为这个演算法在小的物件上面 也没有办法找到也没有办法Match得很好 所以最后呢我是用了一个用Deep Learning Base的演算法 来直接寻找这个人 还要判断它的知识 那这篇论文叫做Base Post 它是Google传队在2020年 在SVTR方面提出的论文 那这是它的介绍 首先这边是用一个Encoder Decoder的Network 来预测出这个Heat Map 然后它会先用一个Dectator找到的人 然后再用Tracker去追踪这个人 那当这个人从画面中消失 那这个Tracker找不到的时候 就再用一次Dectator去找的人 这样 然后这个Dectator找到的人之后 这个Tracker会去预测说这个人 它身上每一个关键点的坐标 然后 对就是刚刚说的 当它找不到这个人的时候 就会重新Run这个Dectator 好那首先来介绍Dectator 它是一个Object Detection的演算法 跟刚刚提到的Yoyo一样 那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以往Object Detection的演算法 它在最后产生结果的时候 因为很容易就是不同的Bonding Box 预测到同样的物件 那它们传统的解决方法 就是用一个叫做Nantes的做法 也就是说 当这些Bonding Box 重叠的面积过大的时候 IOU过大 它就会一直去 confidence最高的那一个 当作最后的结果 但是在人的情况下面 因为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Bonding 所以一堆人在画面中 是Bonding Box重叠在一起 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就比如说 一些人在拥抱还是挥手的时候 都会有Bonding Box 重叠在一起的情况 所以这边改用一个做法 就是它使用了一个 on-device的face detector 就是一个比较轻的 脸部侦测的模型 来当作person detector的代理 那侦测到人 它还会同时去侦测说 这个人它的初步重点 还有它整个人的范围的颜色 然后这是它预测人身上的关键点 总共有33个 那这33个点呢 是FaceFace、FacePone、Coco 这三种dataset的超级 这是它的网路架构 首先一张图进来之后 它中间是一个Decoder层 然后左边是一个Decoder的Network 它用来预测HeatNet 右边是一个RegressionNetwork 用来预测这三个点的左标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边TikMap在最后Inference的时候 可以预测这一层 这样子可以在VTikMap的时候 大幅减少计算量 也就是说TikMap 它这一层只用来在训练的时候 导成盘数 而不会在最后的时候还用 那它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并不是直接这样子 输出到这个VTikMap 它中间它会用一些Skip Connection 把每一层的特征都传输过去 这样子的做法就是可以 让它每一层的特征都可以训练到 这样就不会 所以最后只有用特定层数的特征来算最后结果 然后这边的TikMap的倒数第二层 还有这个Encoder的这层 会连接到这边的RegressionNet 就是把每一层的特征连接过来 那这边的连接方式叫做 Duck Freedom Connection 那意思就是说 这边的Rose计算它在训练的时候 只会影响到这边的参数 只会去跟动这边的 不会去训练到这边的参数 那作者说这样子的做法 可以让两边都训练得很好 那我的就是 它的资料扩增是怎么做的 它用一些遮挡的资料扩充 那首先因为这个预测结果是生命有关的 所以它在资料扩充的时候 可以去过滤掉一些 莫名其妙的角度太奇怪的 那个Scale都不会采用 那再来就是随机遮挡的情况 它是使用一些随机的长方形 放在画面中 还遮挡到身体的某些部位 然后脏下去训练 那这样子的做法 可以让它 就算人某些部位被遮挡的时候 还是可以去拆它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 那就算这个人 他只有上班的时候 还是一样可以去做预测 那这个是跟其他架构的比较 那它是采用一个2018年 我们发表的论文叫OpenPose 来做它的比较对象 那很显然的它的计算速度 FPS是远远高于OpenPose OpenPose才0.4 这个可以达到10 然后它在 后面两个就是它在不同DataSet的准确度 可以看到它在只牺牲一点点准确度的情况下 可以把FPS达到远远超过人家 那这个准确度的计算是怎么拍的 它是用一个叫DCKF02的方式去做量化 那这个意思就是正确的点数它的百分比 那什么叫正确点 它有用20%的容忍的就是说 它距离正确 那正确答案的2D1的欧斯距离 它会在身体长度的20%以内 那也就是说 它误差在这个20%身体长度以内都会算才对 那这是实际上在圣函这场面应用的结果 那左边是正常 那中间跟右边可以看到 就算有一些遮挡的情形 它还是可以去稍微猜出 它左右手可能出现在哪些合理的位置 那些蓝色绑起来的部分 是找到它左右手的位置 那 你想出一个第八章吗 它是盛中 它第九章的话是流血肉 对 对 流血肉 那个 你们讲的的话 那个还没有讲 那个 你抛梦也给我听 我还是上离开讲 上离开讲过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下一个礼拜 那就是 第十章的话 陈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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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第十一章的话是那个 儒家文 儒家文在吗 那等一下的话 那个 5点20结束的时候 留下 我们先例行一下 那个 你的第十一章有多少 有多少 你打个电话 给陈建梦 你有没有手机送来 马上 好 马上 然后你可以继续 好 那最后 计算这个检测 结果的方式呢 是 这个 bounding box 让它 碰到 汽车上面 刚刚讲的那些检测点的时候 那些检测点 就会被 在视为仪检测 那最后再把仪检测的点 除以总点数 就会得到最后的检测分数 然后 这样我们就可以记录说 这个操作员有 正确检测哪些点 然后它的检测情况如何 这样 那我的研究分享就到这边 你要放medio 你实际上在那里开 然后那个点 然后 那个灰色变成 那个 绿色 今天的那个结果 很好啊 已经把它放上来 OK 今天是很斜过 嗯 今天不是在生产线上面 已经有了 你甚至 那个统计的报告的那些表 也都可以放上来 来 你拿 这边有一个 video 看是什么 很好啊 哦 这个是 呃 我们 把这个点词机放在汽车上的结果 我们上次讲到稍微把这个往内说 你有内说吗 稍微往内说一件事情 还没有调 还没有调 把它调一下 先做比较主要 我知道 我知道 没关系 他已经退选了 好 那等一下 他结束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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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都不正行 帮助 你 可以 那這個是在產線上面檢測超多原因結果 這個布點方式還是以前舊的 他們後來要求改成新的 所以你這裡是有那個新的布點方式嗎 那我沒有 有沒有辦法現在那個生產線師好像沒拆 今天早上錄的呢 今天早上我沒有錄 今天早上我就是在測試現場環境 OKOK好沒關係 這有時候會跑掉 後來用一些羅貝斯把它移除 喔很好啊 所以就把那個移除過的那些 video 把它放上來 然後讓大家看啊 看到它跑掉我們心裡會有點害怕的心裡 好那結果就這樣 對啊你的那些那個圖計表那個什麼 那個圓盤 拍照的那些 也讓大家看一下 那些沒有帶 你直接上去LINE上面直接就可以了 上那裡啦 喔不過你的LINE它的電腦上面沒有帶 因為這是他的電腦 好好好 那沒有關係 OK那這部分呢 大家有沒問題 好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繼續了 好謝謝 謝謝學長 好 那我們先先那個 第10張 陳建盤他已經退選了 我們需要封求一位那個志願者 有哪一位志願者呢 第10張 第10張有哪位志願者 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點 那個 日文系張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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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嗎 我這張張可能有點舊 沒關係 歷史系陳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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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嗎 然後 數學系的高雲帽 數學系的高雲帽 你在喔 好來 高雲帽你的話是想第10張號 那你的手機號是幾號 090 090 75 75 6再來 917 你現在就馬上那個 把第10張的包裝 拍一下我的問題 你趕快拍一下我的問題 拍一下我的問題 拍一下你的問題 對 因為待會他叫我馬上說 好 對 講完之後就回去做我的 這個 那我先幫你把這個 就刪掉 反正你那邊有六倍 蛤 你要放出來 等一下這個要放出來給大家嗎 應該會吧 那就這樣 今天好大 好 你就像這樣 那我直接開始這樣 對你直接開始 好 那先講到就是為什麼那個 VLP Player是 就是這個交通錐的造型 就是我回去查資料之後發現就是 做這個東西的那班人 就是有一天他們喝醉了 然後他們就帶了一個 那個 那個 那我回去查資料之後發現 那個交通錐回去 然後 然後 就第一個帶回去之後 他們就越來越受集 越來越做了三角錐 然後最後 他們就決定用三角錐做這個 城市的那個圖示 OK 所以他們的話有點類似 有一部電影 他有好幾集 那有一部電影就是他們喝醉 喝醉酒 甚至醉到後馬一醒來的時候 旁邊有一次老虎 你曉不曉得那部電影 不太清楚 OK 對 對 一開始類似這樣 最高那個進展法人家的 交通錐也在那邊 好 然後還有就是 上次就講到這個 3R的 最近有完體 那最近就比較有名的 就是那個元宇宙 Metalverse 還有就是 飛出要改名做Metal 的那件事 就是比較 跟3R 發展 你知道為什麼Facebook要改名 從Metal嗎 是因為那個人語 周人英文是叫Metalverse 對對對 但是另外一種想法是這樣子 Facebook的那個中文是怎麼唸 臉書嗎 叫做Facebook Facebook Face叫不可 對 所以真的是Facebook 所以現在Metal怎麼唸 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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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已經過了 去改掉用 去改名字 快逃 快逃 денег marching 快逃 慣 另外我們要 bitte 介紹個 employ 事實上 我們需要一定要 emancipitarian 不能守護 肺革 健康 extern 大家都ิ่ 緊實� women 就是为你的生活带来更方便的生活方式 然后Education Application 就是在教学上面的应用 你放个笑话 哦,好 笑话笔本很重要 到底这句话细节会考 有声音吗 好,听到 来,晕到台,拿了一个八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都老太婆的那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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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說到這個 我們等一下 那個 加州 有某些地方 它有個法律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說了 我隨便就是 在當中是偷一張紙回家的話 對不對 如果 這樣的小罪 都要警察來 來 抓他的這個偷窃這個罪 本身是有成本的 對不對 所以呢 那個R10 在某一個數字下 就是某一個 那個R7之下的話 那警察不 不追這種小罪 或者讓被人以 發的 去調查 或者是抓外人的 成本 然後聽起來很合體 聽起來很合體 對不對 所以呢 加州那裡是規定 300塊美金以下的 那個 偷窃的話 警察不追 所以呢 這就造成什麼 就蠻多一些壞人啊 比如說 這些窮人啊 就直接跑到那個 大財廠裡面啊 直接一些包裝品 什麼東西的啊 反正一次的話 抽個300塊美金 然後那個 就走啊 所以 300塊美金其實還不少 台幣可能 以現在的那個 會議的話 大概已經要到8千塊去 所以一個月大概 一個禮拜通一次 大概你大概 對一心情都有了 對對對 所以這樣子 就造成怎麼樣 因為 那些 比如說 私人自己的小店 比如說 阿公的那種大貨店 當然你抽他東西的話 他們把他跟你拼命 之類的 他別的不准你抽 之類的 但是那些 聯手的店 像什麼大噸發 或者是加入 類似那一種 像美國的話 有時候的CTS 那種 要訪那一種的 如果螺幕鳥 要訪類似那一種的 那一種店的話 那個員工 這也被偷了 也是老闆在討施 一直都我在討施 所以他也不管 因為他管的話 他會被壞人拿刀 或是拿槍子 在那個殺了 所以 這個就會造成說 像這些 聯手的這些 那個 要訪的這一種的店 那 那個被偷到 這麼多虧 你沒辦法聽下去 所以他只要關掉 關掉就會造主一個後果 就是像我們台灣的話 那個健保的話 像我的話 Epinolo 我有抗血壓 所以三個月的話 那個RR 要去看的犧牲 然後每一個月的話 要去拿28顆的 那個 Epinolo抗血壓的藥 那就變成那些 藥房關掉以後 人家要買藥 他就買不到 因為那些藥房 因為那個 因為這樣子虧能 對那個 關掉 所以 這個很多東西 聽起來好像有道理 你但是私上 這個漏洞去開的話 不得了 那個很多後面的 後果都不得了 OK 好 我們繼續吧 好 好 首先就介紹一下這個 生活 生活的應用程式 最好的例子 就是這四個 關於Facebook IG Snapchat 還有Tinder 最想用的 最想用的 應該是上面那兩個 Facebook跟IG 現在最想用的 一些 生活上的應用軟體 那他們有的功能就是 譬如說可以分享一些圖片 或者是 影片 然後可以分類 然後也可以 標籤 標籤 標籤不同的 主題 然後也可以 可以組織 或者是排行 這些都是那些 生活上應用的 一些小功能 這四個 你有用哪幾個 就 這四個裡面 我有用 Facebook 我只有用那個 Facebook 聽說好像是 比較老的 比較年輕的 用Instagram 來 我們做一下調查 有用Facebook 舉手一下 幾乎都有 有用那個 Twitter 舉手一下 這個是ID 哦 IG 對 有用IG Instagram 舉手一下 舉手一下 那 有用Twitter的 舉手一下 Twitter Twitter好像就更少 那 Snapchat這個 哦 因為這個 我算是不來台灣之後 我發現 在台灣幾乎有點優勢 就沒有 因為這個東西要有社群 就有點類似 我們的LINE一樣 你的朋友都在LINE裡面 他們就會送訊息給你 你就不得可以上去用 這個好像是在美國的高中生 非常的流行 對 但最後就傳到Snapchat去 所以在Snapchat的時候 我是蠻想用Snapchat的 但我發現他在台灣 這麼多 對 香港的Snapchat比 Snapchat比LINE多 還是LINE Snapchat比LINE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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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台灣的話絕對是LINE 比Snapchat多 嘿嘿嘿 OK 那用精采的舉手一下 哦 所以很少人用 OK 好 然後這就是醫學上的應用程式 那這幾個就是我在Apple Store裡面找到的一些關於比較健康的應用程式 比如說有健保啊 然後有一些 比如說可以計算你的步行速 或者是檢測性率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 可以為你提供一個很好的一個 呃 呃 飲食燦蛋 飲養飲食燦蛋 呃 呃 呃 這些 呃 呃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場面就是有 可以幫你減重啊 可以幫你訓練你的 訓練你的一路上路 比如說跑步 然後還有就是可以 設計你的 營養餐單 然後也可以 最終你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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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你今天走了多小步 可以去 呃 幾乎 就是一堆不同的紀錄 呃 會給了 健康 呃 來 那我請問你一下 這個 你的那個 就是 COVID-19的話你已經打幾幾了 呃 我還沒打 你還沒打 你可以在台灣打嗎 可以 可以是不是 可是你有台灣的那個啊 身份證嗎 呃 有了有了 你已經有的話那那可以打 那趕快打 來我睡覺才打 已經打過的舉手一下 哎 啊不錯啊不錯 但是都是打一季嗎 有沒有打兩季的 我有打兩季的 因為我要帶學生去那個 二虎的莫斯科 但是後來 我我簽證拿到了 但是我沒有去 因為回來的話要換21天 我受不了 所以就學生去啊 我有簽證 但是學生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那個啊 他們沒辦法處理的話 跳到這區有時候 過18米 啊所以我們的話 這次是 18000隊 殺到剩下117隊去結散 然後我們是拿18米 所以那個啊 學生的話 現在好像還在去加助理 他們那個 那個不能現在把他們搶 對 好 呃 呃 呃 最主要就是可以看電影 影片 或者是玩遊戲 或者聽音樂 那這四個就是比較常見的 娛樂項的應用程式 那有Netflix 有YouTube 然後有傳說對決 啊不是 就不是傳說對決 就是 呃 激鬥峽谷 嗯 然後 還有就是一個 Spotify 聽音樂的 那個 那個 魷魚 魷魚遊戲呢 你有玩嗎 喔 魷魚遊戲 有看有看 就是在Netflix上面看的 它是Netflix 股價的 應該有記錯的話 等一下你有在玩嗎 呃 沒有沒有 那個 所以說雙肩硬 好像有做一些遊戲出來 對 但 就沒有賣來玩 賣來玩 你要去搶那個 三 四百五十六億 對 四百五十六億 對對對 然後 這邊就是 呃 便利的應用程式 然後 呃 它 最主要的功能有 可以幫你叫外帶 然後或者是 呃 叫 呃 就是叫 計程車 然後也可以幫你付款 或者是 檢查 查一下公司的時間 時刻表 那 最常用的 都有這四個 就是有Foodpanda 呃 Uber 還有 Uber 還有 然後還有 Wallet 那個Wallet就是 呃 蘋果出來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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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包的應用程式 都可以把你的信用卡 自己的卡 都全放在裡面 因為它比較會用手機的NFC來付 等一下 所以這個 Wallet的話跟那個Apple Pay 是不是就是Apple Pay 對 就是Apple Pay 就是Apple Pay 在錢包的應用程式裡面 那裡Apple Pay的時候 就會自動用的那張卡 嗯 然後還有就是Bus Plus 就是我用來查那個 呃 公交車的時刻表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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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喔 還要有 處ificant 那些沒有抓 就對了 對 我現在 我就當他們 看的 然後 當 張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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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線 這是什麼 怎麼可以去確認一下 如果有可能是很沒傳承龍的話沒寫手 你如果真的傳承龍的話 可不可以是平均線 平均線 如果想要現在的點名可以先過來點 那是張 張鏡偉 本物集電視 好 謝謝 你好 謝謝 這是什麼 謝謝 éch鑫 好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 这是小花要准备更小的 准备 你如果可以准备至少五个吧 因为你每一段 你导致每一段就要这样一段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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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是随便 不是就是同一 可是你可以用不同 好像我记得他是说用不同的方法 他不是我说什么 像他有讲到那个HTN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呈现你那一页 所以就移用在我握着上面 嗯嗯 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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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你是陈正经 对 没错 嗯 嗯 可以 所以随到有包装 应该就会有一点东西 没关系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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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上次做的还没有拍的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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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课本话有改版 那是旧的 你就是学后会讲哪 第一个是你的章节 然后第一个是你的章节 第一个数字是两个 然后第二个数字就是你的后面的回页 可以再讲一次 可以上次做的 就是你去拍课本 比如说你是52号就拍第五章的第二页 然后你要第一个 然后是第一个 第一页是要你用Word把它拉回原样 就是尽量就是比如说去做表 对做表 他把什么字放在哪边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看你要用其他方式 比如说像 我知道上面拍的那个HTML就是做网站 对 那他也可以把它回复成那个样式 就是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一个是一个 对 另外一个就是看你想要用什么方法 就是把你的能力展现出来 第50号木羊吗 对 你是多少 58 58年就是第五章第八页 对 对 对 像这个 我是这一页 他就是今天就是表哥 很好做 合作的一页 你按照 按照 不然我会找到 对 第三个就是下礼拜 下礼拜要交 对 下礼拜要交 或者上第二页也是要那种 重现那一页 对就是重现同一页 对 这个是下礼拜 就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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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是有这个图 你图不用扫描的东西 就是那个你图的话就不太要求你要重现 对 就是上面这种 这个 对 用这种看你要怎么重现 你交的档案有两个PDF 你交要同一页 应该会上跟下 嗯 你就是把那个结果也结上去变成一样 就比如说假设你就是写着网页 那你可以把网页解下 就看 那你如果就是怕有什么问题 那你可以把这次网页解成 好 好 我用多人的感觉是 所以叫PDF 那叫PDF 那PDF才不会跑吧 对 对 对 你就等它转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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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когда imenact 可以在一起 可以 30分钟 好 橋� at 你讲节 مس go to fuel 下一个 嗯 可能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应该多多选手都有用过了 有Payhood 这边用手笔这个是化学上的一个教育应用程式 我没用过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就找到它作为一个例子吧 然后我走上找到现在就是CrisNet 那它很可惜的它取代了我们的Ladar 然后让我们有明白的答案可以看 不过还好还好 还好我读完微积分之后才才换 不然就死地了 然后右手边就是Georgia 就是可以帮你做一些数学上的图标 然后就是CodeGraph的功能 那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右手边是这个 就是CrisLong Path 就是CodeGraph的功能 然后MathGlory 就是9188的功能 TestBookAnswer就是CrisNet 还有Temperature Molecules 就是可以看一下一些不同化学的一个分子结构 就是右上角的那个应用程式 我做了 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 就是购动软件 然后它其实有很多问题 那这边就是有 有英文有中文翻译 要大概讲一下 所以有Broad Browser Chain Online Discussions Email File Transfer Internet Internet Messages Mobile Test Messages 还有就是Videoclones Fluence 他们对应的例子有这些 那 Broad就是纯粹的就是BroadGraph 所以有个东西叫BroadGraph 就是让你开BroadGraph 比如说我们都讲的 然后Broad就是 产用的就有Google Chrome 然后有Safari 还有 比如说 有人在用的 IE IE被淘汰 然后 现在新的那个叫什么名字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 Edge Edge 就是这个东西 还有一些比较少人用的就是有File Force 还有Hopo 有File Force 你会看到 有File Force 有File Force 有File Force 这个就是 有File Force 去找一些数学 或者是程式 相关的一些问题 有机会就会找到这个File Force 有File Force File Force 有File Force 那边就会有一堆人在讨论 不同的问题 Email就是 Gmail 然後file transfer就是你可以把一些文件傳輸 這邊例子應該是用我們教功課的那個例子 就是我們教功課的那個應用程式 就是用file transfer的一個概念來做的 然後internet forms就是basetime 也要check-internet messengers 書本上他們的定義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但其實看下來又好像一樣 所以大家貴要一通之類 然後我們會用的就是messengers 然後mobile messages就是sms這個東西 然後videoconference就是我們現像像科經常會用到的 就是webx還有googlemeets 這些也是細心會議的一些例子 然後最後要講到的就是安全工具 那安全工具就有一些不同的不同的範圍 就是第一個就是個人防火牆 防火牆 Personal Firewall 那它的功能就是可以保護這個電腦的使用者 去擋掉一些未經授權的指令 那它們就可以有一個簡單功能就是有 就是政策以下就是有沒有一些未受診的指令 要把它先擋住先訊問你能不能做 然後也可以直接把那個你不想做的那個指令儲 就可以把它把一些可能阻擋一些病毒進來的電腦 然後就是antivirus programs就是防毒軟體 那它可以擁有病毒入行的時候 都可以保護你的電腦 就是它可以檢測你的記憶體儲存狀子 或者是經濟下載的文件有沒有一些病毒症在進來 如果有的話都把它擋掉 然後如果它真的不想進來的話 它可以幫你從電腦向你移除它 那這邊就是一些常見的一個防毒軟體的軟體 就是這張圖 然後講一下就是有什麼類型的病毒可能會出現 就是這個Spyray就是間諜軟體 那它可以就是如果它下載到你的電腦裡面的話 它就可以收集你的個人資訊 然後再傳給那個放Windows的那個人 那就是簡單來說就是有一個介面在你的電腦裡面 然後它可以透過你所有的個人資訊 然後再跟那個看你的人講 就是可以讓你的個人私隱 可以透露出來 然後就是Handware廣告員軟體 那它就是會 它就是一個秘訊 你要就讓你的電腦不斷地傳出一些視窗 就是傳出一些不同的廣告 讓你根本就不能正常使用你的電腦 那這些廣告軟體現在應該會比較少見 因為大部分視頻上的網路軟體都能把這些廣告軟體擋掉 但放在以前的話就是我自己的電腦的中國這個病毒 然後那時候那個廣告視窗是 談出來談到公文維法的關機 就只能很強制的重新關機 可能解決這個問題要再重新 然後就當然了 就是有這些病毒的話就有對應的移除器 SpaRail移除器就是PASS 就是移除間諜軟體的一個軟體 然後Appware Pre-Wolfer就是移除廣告病毒的一個管體 然後就是反應人體還有一個不同組別的一些功能 就是有Anti-SPAN Program 就是反垃圾的郵件程式 然後Webfilter Software就是網頁過濾軟體 然後Facial Infilture就是交易系公司過濾 然後Prop-up and Pop-under Blocker就是彈出窗口攔截器 那這邊是一些搶電的仿多軟體 那不要用360 不要用仿多360 就很重要 不要用仿多360 它很難 基本上對我來說 自己下載過一次 然後發現它是我電腦裡面最大的幣度 很高 對 然後免費的話可以用EFFERSTART 就是這個 左手邊的那個 然後 中間那個就是 要付錢的 然後就是這個 我不知道它全身比較多 但是就是這個Logo 然後接下來就是介紹一下 File Disk and System Management 然後首先第二個準備 第二個準備就是File Ministers 就是檔案管理器 那我們就是 如果我們把一些檔案 儲存在電腦裡面的話 那它就會有一個 用程式管理所有我們 以下載的檔案 就是放在File裡面 那 左手邊這個就是Windows的 檔案管理器 然後就是搜尋工具 就是搜尋工具 搜尋工具 搜尋工具就是可以幫你去尋找 尋找一些在你電腦上面的東西 你就可以 比如說 比如說 找特定的程式 特定的文件 你都可以通過這個 File Disk Tool 施照 然後這邊就是 它總共可以找的東西 這一些例子 比如說 你可以找一些應用程式 找一些文件 找網頁 找你電腦裡面的檔案 然後 找你的設定 找文件夾 或者是找一些F-door裡面的 程式 然後就是 Image Pure 就是 影像預覽器的 就是 影像預覽器 就是 你可以預覽 就是 預覽一些圖片 比如說 你儲存一些圖片 在你的電腦裡面 你可以預覽 然後你可以進行一些簡單的操作 比如說採檢 然後 就是展示 自己的一些簡單 對於 下面的操作 那 就是 下面就是 左手邊也是Windows的例子 右手邊就是 FanOS的例子 然後就是 解除 安裝器 Gurban Store 就是一個工具 可以量別去 去提出一些 呃 電腦 電腦上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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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程式 那 基本上 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 已經在 內建在每一個人的電腦裡面 那 比如說 你可以去 設定那邊 直接按 提出安裝 按它就可以馬上 馬上 散訴它 然後就是 硬碟清理工具 Discreet of Tools 那 它就可以去 嗯 尋找一些 就是 你很久沒有用的 檔案 或者是一些 不必要的 文件夹 就比如說 空文件夹 那些 都可以把它 把它管理 然後 東西 比較常見的是在 手機上面 有時候會 幫你去 啊 離出一些 不必要的 就是 很久沒有用的 應酬式 去 增加你的空間 然後就是 啊 呃 磁碟重組工具 Discdifference man difference 然後 它就是 可以幫你 重新整理 你的 你的 文件夹裡面的 內容 所以說 這個 我就是 呃 就是 原本你的文件夹 是一個很亂的 一個 一個狀態的 那 這個 因此 磁碟重組工具 都可以把 那些 很亂的東西把它 整理好 然後這樣子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空間 或者是 你可以讓電腦卡 更快 去讓它去 有 有辦法運算 然後就是 螢幕 保護程式 那 螢幕保護程式 就是 當你閒置很久的時候 那 它就會有一個 螢幕保護程式 出來 去幫你 去 遮蔽你的螢幕 還有就是 讓你的螢幕 不要長期 帶在一個 高對比度的 高對比度的狀態下 這樣子 就 讓你的螢幕 不會出現殘疑 然後 就是 也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訊 那 這邊就是一個 嗯 MacOS的 一個 螢幕保護程式的樣子 然後 Windows的話 我會用那個 Wallpaper Engine 因為 那邊的 那邊的 那個 種類比較多樣 其實 然後 這邊先放一個消化 哈哈 那是有另外一隻貓 哈哈哈哈 哈哈 而且長得跟他好像很像 會不會是兄弟姐妹之類 Woo 真的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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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管你弄不弄 他就是 他給他破了 哈哈 哇 很重 哇 他外面就下雪 然後 他把他挖了 哎 挖成一隻貓的形狀 哈哈 看得到是不大 哈哈 哈哈 谢谢大家 哈哈哈哈 他在舔另外一隻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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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打屁股球 很準喔 很準確 很準確 哈哈哈哈 也会全集的 哈哈哈哈 no cat no life 没有猫人心就没有了 哈哈哈 猫猫很可爱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 Prile Compression Tool 文件压述工具 可以把文件压述成 RL档子的一个 压述工具的一耳应用 然后这边就是 相信大家也会用Windows 铁压错的都是用 但其实你会发现 它的40天免费 永远都是40天免费 然后你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然后其实它就是免费 然后其实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40天免费 使用其实并不是写给 个人用户看的 就是写给公司看的 所以因为 如果你个人用户去用的话 那它为了让这个程式更加普及 所以个人使用的时候 它是不会向你收费的 而是会让那个40天 一直延续下去 让你习惯了这个用程式之后 那当一些大企业要用的时候 那它都会跟那些企业去收那个 那个费用 那这样子 它都会赚到那些大企业的线 然后普通市民盐免费使用 那这就很好 我觉得有个 不错的发想 软体的话就好像那个毒品一样 那你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就吸毒 那等到你重新生的话 去大公司工作的时候 那个老板就费到付钱 让你用 对 对 没错 然后就是电脑回复工具 就是PC maintenance tools 它可以识别 或者是维受一些作业系统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侦测 或者是受服一个池底下的问题 或者它更加有能力去去提升整个电脑的 电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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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 就是性能 对 提升电脑的性能 让你的电脑跑更快 这样子 然后就是 Face of tools 还有 Restore tools Face of tools 就是备份工具 那它可以把你的电脑上的文件全部备份在一个池底下面 或者是备份在一个云端上面 那这样子 如果你不想听把它删除掉了 那你可以就是从那个备份工具里面 一个修复工具 就是用收复工具 把备份的 已经备份的档案 去把它 拉回来 去你的电脑里面 就是放在约分的位置 然后 我查到有个PC 通常会用 就是DOTAL RAN SYNIC RANQ 3 就是可以把你的电脑 电脑通过 或者是把你的整个电脑的 所有的文件备份下来 然后右手边 Time Machine 就是MacOS内建的功能 就是可以把你Mac里面的一些 资料备份下来 然后在任何的时间 就可以把它 回复到 之前的那个状态 我的电脑的话有四颗硬件 然后我就把其中 在用的那一颗的整个把它Copy到另外一颗 大概两个月做一次 另外两个月以后再Copy到另外一颗 然后我家里也有 所以我大概一年的话 我会把洞窗室的这些 全部靠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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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或者是不同应用程式所用的电量 然后还有就是展示 那个电池的使用量是什么样的状态 或者是它最后一个充电时间是什么时候 然后估计它剩下的电量可以用多少时间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苹果手机的一个电源管理工具 那它可以就是下面所有的功能都会用 然后也可以检测你的电池健康度 然后去选择地域85% 80%左右的时候 那你就会建议你去更换一个新的电池 然后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在我的耗盘底下就是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在它 那它是什么呢 那它就是分为是Python C在家 Cshop还有Gama 它们就是一些不同的应用程式语言 那你现在在用的应用程式 有很多程式都是用这些语言去偏写的 比如说我今天一开始讲到那个VLC Player 那它都是用CN C在家来写那个应用程式的 然后比如说一些手机游戏 它都会用Cshop 还有遍积它的游戏 那像是如果你用应用程式的时候 不妨会想一下 就是它是从哪个语言遍积过来的 然后你可以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学校做一些 比如说Python 或者是C在家的课 那边就是通试课都会有提供 有Summary 就是我们这样写的功能 就是有Programs and Nets Available for Computers and Mobile Device 就是一些不同种类的应用程式 Role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and the various ways software is distributed 就是 Dis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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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是叫做通訊應用程式 通訊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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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Security Tools 安全工具 File Disk and System Management Tools 文件夾 系統管理工具 這邊是一些Review Questions 那我傳給教授的兩題就是從這邊挑的 所以謝題 然後第一個就是 How can an app help users 當然就是可以從第五頁 Power那邊找到 It can help users be more productivity and assist them with personal tasks 然後第二條就是 Name Free Example of 然後先不要等 你可以打一下 Name Free Example of Word Word PTT PTT Excel 沒錯這些都是一個 密子 如果用一個統稱來說的話 它可以是 Presentation 還有一個 我看一下 它在第十四頁保管那邊 這些 這些就是一些 Portivity Application的一些地址 然後剛剛等到Excel就是 Spreadsheet 是算表 然後 三個地址的話就是從這邊選三個 寫下去就對了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 好來等一下 第三個問題 對 沒錯 就是有 Trop就是殘點 然後瘦紅眼就是Remove Red Eyes Resize就是調整大小 Compress就是壓縮 然後 然後 Adgest Brightness就是調整那個 Compress就是調整那個 光度 來等一下 亮度 亮度 這意思還挺好 好 然後 然後這邊就是 顧客 然後這邊 不是一般業家 就是 呃 尾上嘛 第一個嘛 就是你的降節 然後後面兩個就是你的夜數 然後 如果你剛好 最後的兩個數字是底底的話 就做DEA 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子 好 OK 好 這張張張叫沒有問題喔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好 來第三張的話呢 來 這樣就可以了 一般阿 謝謝 謝謝 如果 我全體叫做那個沒有阿 打破 好 來看 好 要不然你再衝穿 就是你再衝穿一次 喔好 對對 都吃一遍 多牛她 觀察 謝謝 insects 孔子 ót孔子 來上台一鞠躬先拍個笑話 這是泥造的兩個 在上面 我已經等了 先講,老師跳你先放 對,這是泥造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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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 狗吃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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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滾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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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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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管是在硬体软体或是数据资讯之类的 或者是他的执行能力上会受到损害或是遗失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所遇到的资讯安全的风险 然后再来是网路犯罪 网路犯罪的话任何就是跟你电脑或是你相关的装置 装置的非法使用都是电脑犯罪一环 那网路犯罪的话就是像是用线上或是网继网路的非法行为 就是会刻在网路犯罪 那这边有个图是刚刚所提到的那个数据安全的风险 包括有像是未经授权的使用你的电脑或是软体 然后还有像是硬体的窃盗 硬体的盗用或是软体的盗用之类的 然后还有你的资讯跟你的资讯被窃盗 然后硬体设备上遇到的一些错误一些问题 这大概就是数位安全风险 那接下来会讲到一些大家可能有听过的名词 大家应该都听过 Hacker, Cracker, Spirit, Kitty 之类的 那这其实算是同一种类型 只是他们在目的上跟能力上不太一样 那Hacker的话大家一般都知道就是对于城市设计 或是对于资讯类的很有研究 然后Hacker的话就分成什么白帽Hacker,黑帽Hacker 那白帽Hacker就是这边所说的Hacker 大部分人所说的Hacker 那它主要就是以 它算是一个好的东西 就是它主要是找出你整个城市的漏洞 然后提醒你或者是甚至是帮你修补 那这是Hacker的部分 那灰帽Hacker就是比较介于Hacker跟Cracker中间 它就是主要是透过破坏或是害进你的东西 去宣扬它的理念 或是达到一些它想要传达的东西 那这边的Cracker就是刚刚提到的黑帽Hacker 那黑帽Hacker主要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破坏你的东西 然后这边那个ScriptCity 它也是不好的 但是它是比较没有能力的那一种 它就是用Cracker所写好的层次 然后就直接去破坏你的东西 就是它其实算是有点比例的词 因为它就没什么能力 然后就是拿别人写好的东西去破坏 那这边有刚刚有提到白帽Hacker是改善 然后白帽Hacker就是想要 宣扬一些东西 那黑帽Hacker跟ScriptCity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破坏 然后在ScriptCity那边是 其实就是没什么技术的 这个是你加的吗? 嗯 对,非常好,我喜欢你加的 好,那Hacker其实还有一个 主要是在Hacker的部分 就是他们有Hacker精神跟文化 那他们就是主要是在追求一些 资讯上的更进步 那像Cracker跟ScriptCity 就不会有这部分的精神 他们就是破坏就是爽 对 那Hacker精神就是帮忙维持一些 简单的工作 然后公布一些 比如说你这软体哪里有问题的资讯 然后会为了Hacker文化去努力 对,好 再来像是 Properates by 跟Unethical Employees 是商业间谍 然后跟 就是有一些 Unethical Employees 就是不到的员工 就是会破坏自己公司 可能对上面不爽之类的 就是破坏自己公司内部的资讯 或是公布资讯之类的 那商业间谍主要就是 字面上的意思 商业间谍就是 偷别公司的咨询 然后让自己的公司 公司达到一些利益的手段 好,最后是 一些用网路去勒索的犯罪行为 跟网路恐怖主义 那这是数据安全的部分 那接下来就会讲到一些 攻击 然后 就是我们都知道 就是透过网路的传输 你会有更高 遇到更高的 不管是资安 或是资讯隐私的风险 然后像是二例程式就是 它会让 就是它会让那个程式在 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 然后在你的电脑里面 恶意的破坏 更改你的执行的东西 那就是二例程式 那这边有提到几个 其实刚刚也有讲到 就是 像是广告程式 那就是会一直跳 跳广告出来 对 那这是广告程式 好 那再来是 叫什么 Rinsomeware 勒索程式 那它就是 限制你电脑的 程序权跟使用权 然后你必须给它钱付费 它才关解锁 那就是勒索程式 那就是勒索程式 然后root key的话 我可以搜寻一下好了 那个好像是红基 然后被勒索 那个14亿 你直接上去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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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直接搜寻一下 红基勒索 10亿 好像14亿的样子 直接就上面就打 这是 对 对 对 直接就搜寻 对 对 对 红基空白 然后 热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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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字弄大一点 让它整个 可以站在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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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如果这方面做得好的话 你去跟红基讲说 你不需要付他那个14亿 你在付我7亿就可以了 对 商機就在這裡,那你同學們的主題 那你分到7以後,再次一半給我 對,3-5千萬 好,那繼續嗎? 嗯,我們就繼續 哦,然後rookie就是他把一個程式藏在你的電腦裡面,讓他可以圓端操控你的裝置跟你的電腦 然後spyware就是見你的程式,就剛才有提到過,簡單講一下就是他把一個程式裝在你電腦,然後他可以竊取你電腦裡面的資料 然後木馬程式,其實大家應該也都有聽過,然後他就是會讓他的程式看起來是一個配合法執行的東西 然後進去之後就會開始佔用你的整個資源 然後再來就是病毒跟WARM,那病毒的話就是造成你的電腦的損害跟讓電腦或其他裝置一起被感染,然後造成一些負面的傷害 那WARM的話就是他會大量複製他本身的,大量自己複製 然後就是會讓你的所有資源都被他用光,然後讓你的電腦或是網路什麼都跑不動 那這是幾個比較常見的惡意程式 那這邊有提到一個,可能大家有遇過就是病毒透過惡意信件然後傳送 那他就是會附加在那個信件的什麼檔案裡面,然後傳到給所有人 那如果你是左邊這個3A這個老先生,就已經點開了 那你的病毒,你的電腦可能就會中毒,然後受到破壞或是被拿去做其他用途 那如果你是像3B這個聰明一點的女生的話,你就知道要把它刪掉或是更不要點開 那這是透過病毒通過,透過信件來傳送的地址 那圖片也可以看到,就是 其實之前大家什麼NTU沒有應該多少也有收過類似 然後他就有一個假的開頭,然後放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那種東西就盡量不要點 好,再來是另外網路攻擊的部分,還有提到殭屍網路 那他就是一群被控制的電腦,然後那個電腦就是殭屍電腦 然後用這些電腦可以做到像是下面提到的DOS Attack,就是阻斷服務攻擊 那嗨客,不一定是嗨客,就是犯罪的那些人就會用他們所控制的那些電腦 然後去直接灌爆你的,灌爆那個目標的,不管是什麼網路寬頻啊,或是一些資源 就是他用大量的電腦去灌爆你的東西 或者是傳送一些那種需要很耗時去很大的那種什麼風包,然後去灌爆你的資源 那就是阻斷服務的攻擊,他就主要讓你的整個系統就是因為資源耗盡 然後就什麼事都做不了 嗯,然後第三個是Backdoor,就是後門的意思 就是可能前面都會有一些防毒軟體啊,或是一些防護措施 那後門就是,因為那個城市開發的時候,那些開發人都會設計一個後門 方便他們進行修改,就是他們可以直接走那個後門,然後去改一些城市 或是像做他想做的事情,那如果那個軟體上市的時候,後門沒有拿掉 或者是後門被其他人解鎖的話,那就你的防毒軟體其實就沒什麼用 就大家都走後門去破壞,或是亂竄改你裡面的城市嘛什麼的 對,那Spoofing 的話就是,他直翻叫做雜欺騙 那就是讓他的所有網路上的行為看起來都是合法的 好,那遇到這些那個網路的攻擊要怎麼辦呢? 最主要的方法是有一個 Firewall 那防禍牆還有硬體上跟軟體上的保護 那他主要做的事情就是隔離網路 他把網路切開,然後分成很多不同區域 那每個區域他都會給不同的村居權 那當你的村居權不對等的時候,你的東西就傳不進去 他就會有效的隔離,就當你有一個奇怪的東西進來 但是你沒有什麼內部的村居權之類的,他就沒辦法再過去 然後像網路的話就是,平常的那種網際網路都是蠻危險的 然後像是電腦什麼內部網路會是比較安全一點 然後 Firewall就是用來隔離多種網路之間的連接 然後用村居權去控制內東西的流通 然後達到那個防毒的功用 好,那再來是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個地方,OK OK,好 好 好,好 然後我們 謝謝 還沒來簽到的,他要過來找我 好啊 好,還沒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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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還沒簽